花豹逮到一只蜜欢 看样子他一点都没打算放过这家伙 花豹想 如果这次再放过他 他可会大大宣传我怕他 那他名气可就更大了 观众不知道还真以为我花豹怕了这家伙 此时蜜欢跟往常一样 霸气的抵抗花豹 他大声叫嚷 虚张声势想跟以前一样 让花豹直南而退 没想到这次花豹却死咬住他不放 这时蜜欢似乎察觉到花豹的心思 开始有点害怕开头说 豹哥呀 豹哥 今天就放过我吧 我的肉又硬又臭 一点都不好吃 我发誓 今天若是你放过我 我以后就尊奉您为森林之王 好不好呀 花豹一点都不为所动 心想 这家伙真坏 你看 平时破坏我名声不说 今天竟还说什么 要奉我为森林之王 这让狮子知道了 我可惨了 今天绝不轻易放过他 这一下 蜜欢没想到他今天竟然阴沟里翻船 今天该搞大媒了